音樂 《紅樓夢》 那我們今天就要正式進入到紅樓夢的課程 我想在進行這個神話單元之前 我們有一些基本的東西要跟各位交代 除了上次所提到的這個更成本的問題之外 那個其實很複雜 我們就不打算多花時間來談 但是對於這個《紅樓夢》的作者 我們有一些基本東西要跟大家說明 我想你們都很知道 這個作者經過胡適以來的考證 他是曹雪芹 這個毫無問題 那曹家的歷史跟他們的家族的各種這個事件經歷 已經在紅學的內部呢 形成一種所謂的曹學 那麼也就是進行這個家族考證 然後呢 作為《紅樓夢》的本事的來源 所謂的本事指的就是他原本所根據的 那個真實的事蹟 那當然這個呢 做法有利有弊 有利的地方是在於呢 他讓我們更了解《紅樓夢》的一個創作背景 但是呢 他的缺點也很可能呢 會讓我們把小說淪為一個所謂的這個傳記記錄 那傳記記錄跟小說創作 事實上還是有距離的 如果我們過度強調這個曹家的歷史 那麼多少會讓我們對於《紅樓夢》呢 會有一些穿著附會好的聯想跟解讀 所以我想呢 就這一點來講 我們非常感謝他提供的貢獻 但是我還是希望大家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曹雪芹的家族的歷歷往事 他並不等於《紅樓夢》的內部描述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分清楚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曹雪芹這個人 這邊有一個很基本的交代 那你們當然不用背啦 但是你們要有這個嘗試 就是說事實上呢 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呢 只不過是純粹 某個意義來講就是自顫之言 就是自我懺悔 也同時追憶往事 所以其實這真的是一個 充滿了悲悼的這個氣氛的一部 這個小說情境 那他的這個著作權 智慧財產權 其實也是到民國以後呢 才很公平的獲得了 不過這時候他已經死了快兩百年了 所以我想對古人來說 小說創作真的不是一個 可以傳諸這個可以置諸名山的一個風雨之夜 那所以呢 就因為如此 《紅樓夢》的寫作真的是字字寫淚 因為他並不是為了傳迷 也更無力可圖 那因此呢 《紅樓夢》的這個深邃 跟他的真誠 那麼如今也才能夠打動我們 那麼你們可以看看他的作者 老實說我們對他所知非常有限 連他的生逐年呢 到現在都沒有定論 那經過各種考證 我們大約目前得到的一個印象 或者是我目前可以公認的一個大約的範圍 那就是呢 請各位看一下 他大概生年是在1715或1724 你看這中間有9年的差距 那逐年呢 大概就是1763 那為什麼是1763 我們等一下有話要說 那各位可以很快的 用你們的頭腦算一下就知道 那麼如果是定這個1763的話 這個推算一下嘛 曹雪芹最多才活幾年 好 那麼就算我們往前推一年 或往後推一年 也有1762的說法 也有1764的說法 反正這個都莫中於事 可是如果我們從這個1764來減 那麼生得最早的1715年 他最多最多也不過才49歲 這真的是英年早逝 那49歲大概是中年而已 所以如果說我們再往後延 他的生年到1724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他才只活了三四十而已 那麼這樣的一個年紀 那要創作出這麼博大精深的小說 那非得這個人呢 有特意的禀賦 同時也有非常曲折離席的 這個後天的經歷 那我想這個呢 由先天到後天 各式各樣的複雜因素加進來 那我們就得到這麼一個 真的是小說史上的奇葩 那所以就這個來說呢 我們有一句話要來跟大家分享 那麼除了曹雪芹很重要之外 形成了洪學中的曹學之外呢 我們將來在這兩年的課程中 會不斷地提到一個 跟曹雪芹關係非常密切的人物 那個人就叫知厭哉 那知厭哉其實已經是一個 籠統的比較廣義的通稱 怎麼說呢 就是說這個知厭哉我們將來會引述的這個名詞呢 首先當然第一個 他包括的就是知厭哉這個人 好 我不是在玩totology 我其實就是在告訴你們說 知厭哉他確實呢 是在那個《紅樓夢》最初 以這個手稿在少數的親友之間流傳的時候呢 的一個最主要的評點家 就是他在那個手操本上面 常常根據若干的情節他有感而發 或者是要提點這個曹有芹的寫作技巧 或者是要提點曹雪芹他根據了什麼樣的真人真事 然後作為這一段人物或故事的藍本 那所以要研究曹雪芹 其實知批就提供了很重要的很寶貴的資料 但是實際上他的評點不是只有一個人 因為他的親友圈都是平常來往密切 甚至根本就有很深厚的血緣關係的親友的親人 所以我們目前所能看到的參與了《紅樓夢》 稿本的評點者還有一個有名有姓的 叫做姬戶手 那各位你們可以看得到用個姬字很明顯 又是一個懷財不育或人生的自我定位 是失敗的殘缺的一個人物 那這樣的人其實最能夠了解《紅樓夢》的心酸 那這個叫姬戶手 那另外當然還有一些點點滴滴 我們就不多說了 所以總之知厭齋是特定的一個 也是能留下最多批評的一個 但是他究竟是誰 我們到今天還沒有辦法考察出來 雖然有一些說法 我們在座有些同學對《紅樓夢》是很愛好的 所以你們可能看了一些相關的研究 那有一個很有名的說法是說 知厭齋就是王熙鳳 有一個說法是知厭齋是史湘雲 反正這些說法都非常的奇怪啦 對我來講我覺得小說就是小說 他不宜跟現實人物混淆在一起 因為他是完全不同的範疇 一個是歷史的範疇 一個是虛構的 那麼是一個藝術創作的範疇 藝術的範疇當然有可能是取見於現實世界的 種種真人真事真景 但是他畢竟經過了一個虛構的手段 重新加以融著而形成整部小說的一個有機整體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小說的文本的 內緣的種種生育 其實還是應該不要去理會外在的是哪些人 但是外在的這些知厭齋 他們畢竟了解比我們更多的東西 那麼說不定他以 我覺得他最大的價值是在於 他以跟曹雪芹 注意喔 出於同一個出身 他們出身背景是完全一樣的 這個等一下我要跟大家提醒 我覺得這是我們200多年來誇張一點的講 我們的讀者跟研究者一直忽略 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 刻意忽略掉的一點 他的出身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不能用我們一般人的常識 或者是立即反應 來理解他所寫的紅樓夢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說 那知厭在由於他在出身背景上面 跟曹雪芹是完全一樣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 他在評點當中所表達出來的若干價值觀 我要強調的是價值觀 而不是說那些歷史事蹟 就是說你的家族發生過什麼真人真事 然後他變成小說的藍本 這個不是我關心的 我關心的是說知厭在他在評點過程當中 當他在評論這個小說人物的若干舉措 他的行為該包還是該扁 該怎麼樣理解等等等等 我覺得重點是在於提醒我們 他背後的一整套跟曹雪芹 或者是說跟整個紅樓夢所要表達的 所奠基的那個價值觀是一致的 那麼所以透過知厭哉的價值觀 我們多少就反而比較接近曹雪芹的價值觀 我覺得這個是我讀知批 給我最大的一個啟發 我覺得知批最大的價值也在這裡 那麼由於知厭哉跟曹雪芹有這麼高度的 根本上甚至恐怕是出於同一個家族 所以他在閱讀紅樓夢的時候 往往比我們一般的讀者更投入 他會感同身受 甚至讀著讀著他說我不忍讀讀 眼淚就掉下來 然後這讓我想起多少年的往事 然後無比慚愧之類之類的話 那所以各位就知道說知厭哉 確實他作為一個評典者 跟其他的一般人是不一樣的 那我要再跟你們提醒一點 加上他跟曹雪芹的關係很密切 我們目前大概可以推斷的是 他恐怕是曹家人 然後可能是曹雪芹的唐淑 就是輩分稍微高一點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評典當中的有一些語氣 是長輩對晚輩說的 例如他在講到那個秦可卿 秦可卿到底怎麼死 那我想我們現在看到的版本 有一點閃爍其詞 有一點曖昧不清 那是曹雪芹故意製造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原來要寫的秦可卿 根本就是一個在莫大的性醜聞當中 不得不自禁來這個自俗 那就是他跟他的公公有亂倫問題對不對 那最後東窗事發 所以他不得不以死謝罪 照理來講這對一個女性而言 是非常大的一個人生的這個缺憾 那但是呢 知厭在說我覺得秦可卿在死前 是不是對王熙鳳託夢對不對 他託夢的內容是無比深謀遠慮 無比對這個家族真的是充滿了 重新可以開始的 不怕任何毀滅的那種最佳的良方 這樣的女性這麼有智慧 對這個家族這麼熱愛 他覺得不忍這個女性呢 背負這樣的一個惡名 而終結他的一生 所以他說啊 我就覺得這個不好 好 這樣的一個情節不好 所以就密秦熙山去 我就命令那個秦熙 秦熙其實就是曹雪芹啦 他說我就叫他刪掉 那曹雪芹真的也刪掉 可是故意刪得不乾不淨 你們就會發現 有些東西假針的反應真的好奇怪 不像是公共對媳婦的死 會有的那麼強烈的反應 你們有沒有覺得那些點點哩哩的很詭異 所以呢 而且會造成他內部 在相關事件的發展中的一些矛盾 但是呢你就可想而知 GM齋的這個權力很大 他不但做一個讀者 而且他甚至做為一個創作的參與者 介入到寫作之中 然後呢對這個情節做了一些改變 所以我想呢就此而言 支批真的是提供一個非常 這個重要的一些資訊 那這個資訊我想主要我一再的強調 不是來自於他深知曹雪芹創作上 所依據的現實人物或現實事蹟 而是他反映了跟曹雪芹很接近的價值觀 然後他提供了讓我們理解 曹雪芹創作底蘊的一些 比較是接近的一個指引 那這個是我們將來會不斷提到的 所以各位你們可以看一下 曹雪芹甚至呢在書未成就已經過世 所以留下來的是一個未完成交響曲 那這大概也是我們後代讀者莫大的遺憾啦 那麼據說清末的時候 就已經在知識分子圈流行了這樣的一個 應該叫做是一個一個景語吧 就是說人生有三恨 各位你們想想看 你們人生如果回顧過去有哪三恨 好像也想不大起來對不對 但是呢那些讀書人的三恨是什麼呢 遺憾喔 如果真的要歸納中和的話 他覺得呢大家都共通的一個感慨 就是人生有一些缺憾是完全沒有辦法彌補的 第一 一恨是何愚多次 就是何愚很鮮美 但是可惜刺太多吃起來太麻煩 這些文言滿無聊的 這個變成人生一大恨 再來呢二恨海棠無香 哎呀海棠很美啊可惜沒有芳香沒有香氣 所以這個也是文人求全責備啦 覺得這個植物實在是有一個很大的缺憾喔 然後三恨是什麼呢 紅樓夢未完 所以你看沒有寫完嘛 所以我們有時候很懊惱對不對 深清半夜午夜夢會 就覺得奇怪了後面到底怎麼樣 我們實在是好想迫切的知道 如果曹雪芯還活著那該有多好 那我對這三恨呢唯一有感應的是第三 那可惜沒有辦法 如今這已經是一個既定事實 那成熟的人是不是要接受事實對不對 所以我們坦然接受 那所以呢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呢就會只處理前80回的一個資料 所以我們幾乎不涉及到後40回 那麼這樣的知驗災呢 各位可以看到紅樓夢未完嘛 那未完成的部分到底該怎麼對待 那這當然也是我們讀者或研究者的 一個大問題 那我想必須跟各位說明一件事情 知驗災他是有讀到後面的部分 所以其實很可能曹雪芯是寫完的 然而因為若干不足為為外人道也的影中 那麼他把後30回 有一個說法是後30回 或者是後40回就沒有流傳出去 那支批的說法是說 哎呀後面那些回喔 被人家被朋友借去看 結果就被他搞丟了 這是支批說的 然後當然大家都很遺憾啊 那可是這沒有辦法 但是既然支批他是看過後面的 所以有的時候他在評前80回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情節的對應對不對 有的時候前面的繁華 哎呀他看著看著心向王之 可是又想到說後來的毀滅跟這個淒涼 那麼就產生很強烈的對比 那他就會在支批裡面提到說 這個後10回怎麼樣怎麼樣 一對照呢讓人無限感傷 哎透過這種蛛絲馬跡 我們對於有些人物 或者是有一些故事的發展 我們多少呢就有一些印象 就有一些了解 但是這些呢 零零碎碎 不足以看到後40回或後30回的全貌 但是呢你大約可以知道那些指引留下來的線索 可以幫助我們對於現在的後師回呢 去進行校正 這個是他們是很好的基礎 所以各位你們來看一下 知彥佳講過這樣的話 他說呢你要讀《紅樓夢》 那麼你要真正能夠了解他 你才會有心酸之淚 這一部作品根本就是眼淚血沉的 那所以呢 他說啊這個曹雪芹是哭成死書的 一字一字都是發自內心 沒有一個字是真的是浪費的不需要的 對他而言他的整個人生晚年 窮愁潦倒一無所有 他唯一擁有的 其實就是他過去曾經經歷過的 繁華溫暖美好的歲月 所以我總覺得曹雪芹寫《紅樓夢》 我不知不覺總是會有一個聯想 他總是讓我想到那個童話裡面的 那個賣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 好你看真的一無所有 在一片黑暗當中 唯一帶給他的光亮跟溫暖的是什麼 也就不過是擦亮你手中只謹慎的火柴盒 對不對 然後燃燒出這個短暫的光亮跟溫暖 然後在那個光亮跟溫暖當中 你彷彿重新又活過一次 那曹雪芹也是如此 他唯一能夠燃燒的就只有他的回憶 所以這些回憶的點點滴滴 都是他即便失去了所有的一切都不會磨滅的 然後這才變成他創作的對象 所以不要說有些細節是不重要的 沒這回事 他是一無所有的人 他幹嘛把力氣浪費在沒有用的字句上 所以這個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麼所以呢 知驗哉提供了另外一個資料 告訴我們說在人物除夕這一天 書未成情味淚盡而逝 那我總覺得這段話真的 從我第一次讀到一直到現在 看到的時候心中都五比七創 因為你看在除夕的那一天 不就是家家戶戶團圓的時候嗎 大家要圍爐 親人重聚 然後可以共同迎接一個新的一年 懷抱著希望 那大家可以同心協力 大家這個緊緊守在一起 但是就在這一個眾人皆團圓 而曹雪芹面對孤獨的 這個沉重的病體 然後就揮別他手邊僅存的書稿 所以書未成情味淚盡而逝 所以想想看那個畫面 我總覺得曹雪芹的死的那一幕 跟林大禹大概有異曲同工之妙 對不對 就是只有眼淚跟他偶心立血寫出來的書稿 作為他的唯一的陪葬品 唯一的殉葬 所以真的是無比淒涼的一個人生的終點 但是他用他的血淚 打造出這樣的一個礦式巨作 我想這恐怕也是老天對於我們的一個撫慰 總而言之 那麼從這段話來講 我們得到一個訊息就是人武除夕 那人武這一年 各位你們可以看到就是1762年 那當然因為有一些學者們 他們非常的聰明 那麼文獻非常熟悉 透過各種考證 大概後面就提出幾個逐年的說法 但是各位可以發現 就在那兩三年之間就差異不大 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 這一部書就是用血淚打造出來的 也就是尼采所說的 尼采說一切的文學作品 我只愛用血和淚寫成的 其他的風花雪月為了暢銷 那加進很多的那種魅俗手段的 他根本就不屑一顧 所以《紅樓夢》是這樣寫出來的 而確實當他誕生之後 也只在非常少數的親友圈裡面流傳 甚至那個少數的親友圈還更狹隘 經過那個龔鵬山老師的考證 他發現最初《紅樓夢》 對《紅樓夢》提出一些評點 跟發出意見的那些讀者群很有趣 侷限在北京一地 而且是在奇人的這個圈子裡 所以那些評點的什麼敦臣敦迷 他們根本就是姓愛心絕羅 然後其他的那些朋友什麼的 也很多其實他們背景都是奇人 所以你會發現曹也芹的寫作 在清代乾隆的那個文化圈當中 有高度的孤立性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啦 這一部作品他既不為名也不為力 他的名字要到民國以後 一百多年了才被人家考證出來 你就可想而知 這是很真誠在面對自己寫作的人 每一個字都是發自靈魂深處 是他非寫不可的東西 這樣的東西才會有價值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上 我們要跟大家再做一個補充 所以到底該怎麼讀《紅樓夢》 我們該怎麼樣理解 《紅樓夢》的創作宗旨呢 這也是我們剛開始面對《紅樓夢》 應該要注意到的 我們先引述那個魯迅的一段話 來跟大家分享 由於《紅樓夢》包羅萬象啦 那我們的讀者也是這個形形色色 所以把《紅樓夢》讀出什麼樣的內涵 這簡直可以有非常多 讓人覺得嘖嘖稱奇的各種角度 那所以魯迅先生說 《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 或者至少是知道這個明目的書 這是《紅樓夢》非常特別的 那麼誰是作者和序者 這當然不要 我們先不用談啦 單單是命意 《紅樓夢》到底是為什麼 而且就因為讀者的眼光 而有種種的不同 例如經學家就看見意 道學家就看見銀 對不對 覺得《紅樓夢》根本上是所謂的 會銀會盜等等 那才子就在裡面看到纏綿 就是男女之情的真摯永恒 這就當然是在體現在寶代的愛情當中 那《革命家》也可以看見排滿 對不對 就覺得裡面有反清復明 什麼賈寶玉的玉就是玉玺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這也有各式各樣的所影派的說法 那至於那些喜歡八卦的人 叫做流言家 他們就看見宮尾密室 就覺得《紅樓夢》是洩漏了很多外界 所不知道的那些宮廷中的隱隱惠惠的東西 那這個綜合非常有趣 讓我們看到說《紅樓夢》為什麼那麼受歡迎 就是因為它裡面真的可以 無窮無盡的那麼開潮出條條大路 然後呢都通往《紅樓夢》這個羅馬當中 可是每一條路都那麼的彼此窘逸 那我想這個當然我們都尊重 就是說讀者本來就有他自己的詮釋權 有他自己讀書喜好上面的主觀的一個偏好 這個我們百分之百尊重 但是呢我們可不可以拋棄掉個人的偏好 那麼稍微的更貼近一下從文學的角度 既然它是一個文學作品 那麼我們從文學的角度 不要去管他怎麼樣來演繹那個意的無常 變異之道 那麼也不必從道學家去看裡面的一個道德訓誡 那也不要再擔逆於這個男歡女愛的那些描寫 那當然也不必去管歷史上面的那種心革 這個心替之間的那些種種嚴肅的課題 那當然更不要愛好八卦 八卦是人性裡面大概其實是最陰暗的那一面 那所以我想我們如果完全從文學藝術的眼光來看的話 我無寧要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紅樓夢》所呃所呈現的一個最大的宗旨 我們要借一個在西方很有名的話 那事實上我發現那個馬爾庫塞 我們就用中文好了 他呢做了一個非常精準的一個說明 那事實上這段話呢 也被恰當的運用在對普魯斯特的 《追憶似水年華》那一部書當中 那麼我們看《追憶似水年華》 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順著記憶的線索 我們往過去去這個溯源 一路上的風光真的就變成人心中最真實的 反而比你現在所在的世界更真實的一個呈現 所以這位思想家哲學家呢 他就說他們體會到一個人心的真實 他說真正的烏托邦是根植於對過去的記取中 所以《紅樓夢》是一個事後的追憶的文學 他在失去掉一切之後 要重新重建他所擁有的過去 而重建過去只有透過虛構 透過寫作才有辦法達到 所以他的寫作基本上呢 很微妙的交雜繁華與荒涼 然後成功與失敗 那麼是與非 某個意義來講就是因為呢 他是一個很獨特的 是在對過去的記取中 去重新創造一個他人生或者是這個世界的烏托邦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紅樓夢》 我覺得比較貼近他的一個創作本質 也正因為如此 所以既然是對過去的追憶 過去的繁華美好 人生中最完美的 卻又失落的人事物的一個追憶 所以我們進一步來區分 那他追憶哪些東西 好 這個我想可以進一步 再做一個更精細的一個說明 那就是我們要借梅心靈先生的一個說法 這是我梅心靈先生是我認為 在《紅樓夢》純粹從他的文學跟思想的內域 來進行一個有系統的寫作的研究的 研究寫作的一位學者 他的那一部書就叫做《紅樓夢哲學精神》 他大概是真的唯一有系統來寫的 雖然洪學真的是浩瀚汪洋 簡直是這個和牛沖洞無法計量 但是很奇妙 真正是用專書的規模 對一個特定的課題或相關範疇 做有系統的研究的 其實在學術界上面反而不多 大家都是零零星星 對自己有感覺的事情 對自己有愛好的人物去做發揮 可是通常就是一篇一篇非常零散 那梅西林先生就在他的那一部 《紅樓夢哲學精神》裡面 他做了三個區分 他覺得《紅樓夢》第一個層次 他是青春生命的晚歌 所謂的晚歌就是對已經逝去的 對已經死去的人事物的一個追悼 那麼這是他提供的第一個層次 那我想就這個層次來講 我們大家都很容易有所共鳴對不對 我們看到他對那些美麗的少女 然後青春美好 沒有受到世俗的污染跟摧殘 然後看到他們在天真自然的世界裡面 然後去展演他們美好的生命風華 這大概是《紅樓夢》裡面 最容易被人體認到的 所以我們可以 這下面是我的隱身 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整個《紅樓夢》確實是對美好事物的追尋 但是你又必須面臨到他悲涼幻滅的一個宿命 那麼在幻滅的前提之下 我們曹雪芹進行對過去美好事物的重建 所以基本上《紅樓夢》的前提就是幻滅跟悲涼 那在幻滅悲涼當中 那麼擦亮了他手中僅存的記憶的火柴盒 然後呢讓他重新綻放光輝 那個光輝因為是根植於對過去的記取中 結果呢充滿了烏托邦的色彩 甚至可能比他當時所真正體驗到的美好 更加美好十倍 這個是我們要知道的這個記憶的一種特殊魅力 那這是第一層我們就不必多說 那第二層呢是也是梅西林先生有提到了 除了青春生命的晚歌之外 那麼事實上《紅樓夢》他基本上所寫的 還是一個貴族家庭的晚歌 這一點呢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好好的注意一件事情 《紅樓夢》絕對與眾不同 那麼在中國的各種文學的創作裡面 他的獨一無二其中的一個原因 也就在於呢他所描寫聚焦的對象 根本是我們絕大多數人 一輩子都不可能親眼目睹的那個貴族階層 好 那個貴族階層是到了什麼程度呢 下面你們通通不用記啦 因為這個也不會考 可是我一定要讓你們看一下 你們才知道說讀《紅樓夢》 如果用我們一般平民比較自由 然後呢人際關係比較單純 然後我們現在 尤其是我們現在在個人主義發達底下呢 追求這個自我的這個實踐 或自我的完成的這樣的一個價值觀 來看待《紅樓夢》的話 那麼往往會誤入歧途 怎麼說呢 各位你們來看一下支批 支批曾經在那個元春回來醒清的 那個相關情節當中留下這一段批語 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們大多數人都故意忽略掉他 只是把他當作一般的知識 怎麼說呢 他說那一段情節呢 畫出內加風範 他說他描寫得非常生動 簡直像畫卷一樣的 那麼像你親眼目睹一樣的 用文字展現出來 可是他畫出來的是什麼樣的圖景呢 他說是內加風範 內加是什麼 內加就是皇室耶 是那個紫禁城裡面 真的是天高皇帝遠 侯門比侯門深四海還要更深的 你可根本連忘都忘不到的那個雲端耶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紅樓夢》就觸及到那個 我們一般人都這個 這個簡直沒有辦法想像的那個世界 所以支批提醒我們 這是石頭記最難的地方 這個是沒有別的小說可以碰到的 各位想想看其他的小說 你們腦海中可以浮現的 有哪一部小說是寫到貴族 我們先不要講到皇室喔 真的是寫到貴族 很少嘛 那些貴族常常是窮酸文人自己幻想的 好 所以常常寫出來的都是錯的 都是自己呢 想當然爾 我告訴你們 真的 所以知言哉他最討厭的就是這種幻想出來的貴族的生活 他在資品裡面常常用諷刺的筆調來批評那些呢 根本就是完全是一個外人 然後很無知 可是偏偏的又要去渲染 所以他就覺得那些內容都非常可笑 所以他說這是石頭記最難的地方 別書中摸不著 好 所以各位要注意囉 原來不但紅樓夢是沒有其他的作者能夠寫出來 甚至他恐怕也不是讀者你可能見識過的 也就是說我們讀者的所有的閱讀經驗 恐怕都不足以來支持我們對紅樓夢的理解 因為這是超出我們的經驗之外 所以我覺得別書中摸不著非常有趣 他不只是說作者寫的東西完全與眾不同 他甚至間接的告訴我們說 讀者啊 你如果用你自己普通的閱讀經驗 你絕對會錯視紅樓 這樣懂嗎 可是這是我們在紅樓夢的閱讀過程中很常見的 就是我們想當然爾以為 薛寶猜在滴翠亭楊飛鋪彩蝶的那一段 他講的那番話 大家很熟悉吧 大家就會說他就是在嫁禍林黛玉 對吧 好 禍水就潑到他身上 好 為的就是要怎麼爭取寶二奶奶 這個說法實在太流行了 可是我自己重新經過很多年的刻苦努力 然後去理解他 我才發現說 我們用這樣的說法去詮釋薛寶猜的那一段 所謂的嫁禍說完全是大錯特錯 我們根本不在他的世界裡 我們用我們的是 就是我們的現在的價值觀就是人跟人平等 好 然後呢我只要講這番話 就有可能害別人去頂鋼 我們就用這種很一般的邏輯去理解 但是紅樓夢的世界根本不是這樣 好 那如果我們不在他的世界裡 你就會能做出很多錯誤的解釋 好 那我們那些人物論呢 到最後全部都是個人主觀意見的發揮 所以我希望我們作為一個讀者 真的就像我們上個禮拜所說的 要讓自己消失 然後自己消失的目的是為了放大對象 讓這個對象的真實面可以真正的展現出來 而不會被我們的有色眼鏡給蒙蔽 所以就這一點來講 我們來進一步看看 芝批在他的許許多多的批語裡面 屢屢指示的一點 這是我們幾乎大部分的研究者都忽略掉的 你們看一下我整理出來的 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你們不用記 只是要讓你們看到其中的幾個關鍵語詞 芝批常常在曹雪芹描述甲斧的 各式各樣的人跟人的活動 各式各樣的事蹟等等的時候 就會點出幾個字 就是這個幾個字畫龍點睛 而畫龍點睛彙整起來 你就一定要注意 他真的不是跟我們一樣的世界 比如說他說 哎呀 我們王熙鳳這樣子說 王熙鳳這樣做 或者是賈寶玉這麼怕爸爸 這麼怕賈政 一聽到賈政叫他 就頭上響了個嬌雷有沒有 殺死他不敢去 然後就變成牛骨堂似的 黏著王熙鳳不肯走有沒有 類似這樣 芝批竟然都是說 這些才叫做大家規範 大族規矩反映出大家風範 他說這才是大人家規矩理法 大家氣派 大家規模 大家風俗 釋迦風調 有沒有注意到 一直在反覆的都是哪些語詞 大家 大族還有什麼 釋迦 釋迦就是世世代代 都是貴族階層的那一種 所以各位你們就要注意了 這真的跟我們的生活 是完全不一樣的 上次有提醒你們了 賈府中有多少人 就是所謂的賈府 我們如果是連奴僕那些 就是他們的一個生活共同體來算 還記不記得有多少人 上千 你想想看 這樣上千的人這麼密集的生活在一起 連在路上走路可能都會撞在一起的情況 他必須要有一套很嚴謹的某些制度來調節 否則一定會混亂 那麼除此之外呢 那麼這麼多人匯集在一起 那除了秩序 那當然還有倫理 還有各式各樣其他的不成文的 《紅龍夢中》會稱為風俗 他講到風俗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這種釋迦大族 歷代累積下來的一種人情世故 不行諸於強硬的這個家法規範 但是他變成大家在行事的時候 會遵守的一種法則 所以各位你們就可以知道說 知批事實上是對這種大家大族釋迦 非常引以為傲的 你們一定要注意這一點 因為除了從五四以來全面反傳統 覺得傳統的禮教就是吃人 我們就是應該要充絕禮教的網羅 那個是譚嗣同的有名的話 所以凡是跟禮教有關的 我們通通說不好 他們代表落後 代表迂腐 代表壓抑人性 所以全部要推翻 那麼在有這樣的一個五四精神之後 再加上很不幸的呢 應該就差不多是三四年年代 那個共產主義的引入 那他們又講究什麼階級這個理論嘛 對不對 又講什麼無產階級專政啊 所以要鬥爭啊 要什麼 結果就在這樣各式各樣的思潮的引入底下呢 我們對紅豆墨的理解 也就因此不知不覺的 就受到了一個偏暢 我們總覺得好像曹雪芹寫這部小說 是為了什麼反封建 反禮教 然後呢 抨擊什麼貴族的虛偽腐朽 這種話你們應該到處都聽得到吧 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賈寶玉很痛苦啊 他被局數在那個什麼世界裡面 爭脫不了 後來就以出家的方式來表示反抗啊 這種說法腐蝕即逝 可是我真的要跟大家鄭重的澄清 這絕非事實 吳寧說曹雪芹跟賈寶玉 他們呢是深深依賴這樣的一個階層 同時也眷戀這個階層 所提供給他們的一些非常優渥的 物質與精神的很多豐厚的資源 甚至呢 在曹雪芹追蹤賈寶玉 這麼特殊人物的一個形成的 這個因素的時候 他把浩天作為公侯富貴之家的 一個重要因素也放進來 他說如果沒有這樣子的公侯富貴之家 不可能有賈寶玉 這個我們以後等到講到正邪兩婦的時候 有沒有這是第二回 冷子心演說榮國府非常重要的那一段 但是那一段非常奇怪 大多數人只記得那個賈宇村 所說的正邪兩婦嘛 就講他們的脫義 就是脫俗飄逸然後與眾不同 大家只一直在強調這一點 可是都沒有想到過 明明他的情詩情種就不只是正邪兩婦 對不對 那一段話如果你們現在聽不懂沒關係 回去把第二回再仔細看一下 我有很多話要講 因為那個單元我已經 我自認為把他理解得很清楚 到時候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樣的背景底下 第一個他就來自這樣的家族 第二個他的情詩情種的特性 也同時決定於就是除了正邪兩婦之外 同時決定於這樣的公侯富貴之家 請問他如何去反對塑造他的那個原因 那個動因 這個是一個很不合邏輯的一個說法 何況我們從很多小說裡面的描述 我們可以發現賈寶玉跟曹雪芹 事實上是深深的眷戀 他已經失掉了這一切 我想這個也合乎人之常情 如果你能選是不是要進入豪門對不對 這不是我們大家都可以體會的嗎 而他就已經在裡面了 而且是歷經百年的基礎 已經是他生命史與生俱來的一部分 憑什麼他要反對他 憑什麼他要不喜歡他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違反人性的邏輯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 就是在這個大家風俗裡面 我們曹雪芹所刻畫的是 幾乎沒有其他的小說家 所可能想像到的一個獨特的世界 因為其他的小說家大部分都是詩意的文人 還記得我們以前跟老同學講過 中國文學作品呢 作者大多數都是詩意老男人對不對 曹雪芹也是嘛 對不對 那但是那些寫財子佳人故事的啦 寫其他的那一種文學創作的啦 很多真的都是詩意文人 他們幾乎沒有那樣的機會 後天更不可能的去接近到 這一種庭院生生 喉門生四海的世界 所以這就是支批為什麼不斷的在強調這一點 你們要注意啊 現在這裡修寫的 是你們都不知道的大人家的規矩 是大家的風範 那我們的氣質 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對於一個人該怎麼樣反應的 恰當性的理解 是不是都跟他們那個世代不一樣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一個作為讀者 應該要非常時時刻刻警惕自己 你真的你所站在的這個世界跟他不一樣 我用一個我自己杜轉的 我覺得很恰當 但是實在是文部亞巡的比喻來描述 我們現代讀者因為生在幾乎已經是 又是後現代又要後後現代 一大堆的這樣的一個變遷快速的世界 個人主義發達再加上家庭革命 我們的那個家庭組織 人際關係 也都進入到一個很劇烈的變動 所以我們現在的生存環境 用我杜轉的話來講 是所謂的三房兩廳四口之家的格局 對吧 所以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單一 然後我們考慮的事情就也比較單純 然後你關起門來 你就有一個獨立的空間 不為外人所侵擾 你的爸爸媽媽要進你的房間 是不是得敲門 好 類似這樣 可是紅獨的世界完全不是 所以你如果用你的現在想當然耳的一些想法 去理解他們的做法 那通常就是誤入歧途 好 所以各位剛好相反 他不但不反對封建禮教 甚至他其實就是告訴你 我們就是活在一個禮法緊緊的世界裡 中間會有人情帶來的彈性的一個這個處理 但是他是一個森嚴的禮法 在維繫著整個家族的運作 所以各位要注意下面所說 那賈寶玉當然是整部紅樓夢的敘事中心 對不對 那麼整個紅樓夢以他為中心 事實上比比是寫盡大家 這也是支批說的話 注意囉 紅樓夢寫的就是這種世家大族 那麼作者曹雪芹也因此 常常被誌宴在讚賞為 哎呀 非世代公子 你再想不到詞 這個詞就是那些情節 那些情節你沒有生活在那個世界裡 而且你沒有生活在百年的這種 四五代以上的上流貴族階層 你根本不可能想像得到那樣的情節 所以呢 非世家公子也斷寫不及此 所以各位你們就要注意了 曹雪芹自己就是世代公子 就是世家公子 他寫的賈寶玉也是同樣的 這樣的一個出生背景 憑什麼他們要反對這樣的貴族家庭呢 所以呢這一點我一定要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因此我認為呢 這個梅辛林先生說 紅樓夢他的這個哀碗悲道的第二個層次 是貴族家庭的碗歌我深表贊同 他事實上也在哀悼他所依賴甚至他所根植 乃至於賦予他創造他的那個家庭背景的失落 曹雪芹呢也是充滿了這個悲道之情的 所以呢就此而言一定要請大家注意一下 他沒有反對他自己的階級 那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 相反他深深了解這個階級裡面 有什麼樣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他所負責的就是呢 那麼屢屢絲絲入寇的把他這個召喚回來 然後他自己重溫一遍擦亮那個火光 自己呢再度得到溫暖 而同時也讓他周圍那些呢 都有跟他相同經歷的那些親友們 也再度呢共同參與一個重建後的過去 我覺得這是紅樓夢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請各位來看一下 我下面呢引述了另外兩個 兩段話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因為呢這樣的一個基礎 所以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紅樓夢就當然跟所有其他 寫到愛情的小說戲曲完全不一樣 我們很多人都把紅樓夢 跟什麼西香記牡丹廳相提並論 甚至說曹雪芹其實呢 也深受這兩部戲曲 還有什麼陰陰傳之類的影響 然後呢就要來張揚所謂的戀愛的追求 或者是婚姻自主等等 而因此失敗所感覺到的那一種悲哀 這樣的說法我認為不是事實 怎麼說呢 我們請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朱蓮已經是清末明書了啦 我覺得他的這段評點意見 我發現他觸及到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創作上面的差異 他說呢自古言情者無過於西香 對不對 西香記牡丹廳 尤其牡丹廳是被視為 湯賢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他所宣揚的那個志情說 有沒有可以為情而生 為情而死 大概是感動了無數的這個友情人們 然後後來還要在昆曲 裡面要有一個青春版牡丹廳對不對 大概在舞台上去演繹另外一番的 這個浪漫故事喔 那這個呢 其中有什麼可以再重新思考的地方 我們以後再說 但是呢我們回到這個朱蓮的話來看 他說自古言情者無故西香 沒錯 可是他下面我加上底色的地方 是要請各位注意 他注意到一個 西香記跟這類的小說戲曲跟紅龍夢 非常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 西香記只有寫到兩個人之間的事 有沒有 就是男女主角 然後呢一見鍾情 然後呢就大膽超越禮教 然後就去戴越西香 有沒有 就開始靈肉合一 好類似這樣 然後呢就透過這個 指兩人之間然後去組織歡愁 他們的喜悅 他們的這個恐懼 他們的快樂 他們的失落 那麼都只有這兩個人在上演 好像其他人是不存在的 換句話說他很犀利的洞察到 西香記這一類 包括牡丹亭 牡丹亭可能稍微多一點 不過本質上差不多就好像 這一對男女主角以這個愛情 為他們最重要的刻畫的中心 跟他們所追求的目標 但是很奇怪 他們好像是活在一個社會真空狀態 好像沒有別人存在 那有別人存在通常只是說為了要製造阻礙 然後呢像調味劑一樣比較有趣對不對 要有個小人從中撥亂這樣子 大家才看得比較痛快一點 沒有曲折大家就覺得沒有快感對不對 那麼除了這種阻礙式的 創造一些調味劑的效果的 這一種外在壓力之外 他真的就是兩個人之間的事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所以下面的話 我們就也一並唸給大家聽好了 就是說他其實不覺得西香記不好 但是他只是說 《紅龍夢》比西香記更好 而我要說的是呢 正因為西香記他把男女之間的那個關係 那麼放在一個社會真空狀態的情況底下 他就往往其實就會扭曲人性的真相 因為人性的展開 人性的實踐一定都是在複雜的人際網絡裡面 絕對沒有說我不管你們其他的人 我就可以完全自我實踐這樣的事情 絕對沒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讚美是在哪裡 他的意思是說 哎呀西香記描寫的人物很少啦 就兩個人嘛 所以這樣子你要描述的深刻精彩 是不是比較容易對不對 因為你只要處理這兩個人就好 可是石頭記不一樣啊 他人好多啊有沒有 好 哎據說啊有一個統計 《紅龍夢》裡面有名有姓的角色 還不是林丹玉王熙鳳這種大咖 就是那種小人物有時候 就是跑龍套出來一下 這也都讓我們印象深刻有沒有 有人統計過 《紅龍夢》裡面出現的有名有姓 讓人可以意識到他的存在的人呢 有四百多個 好 這很驚人 《紅龍夢》只有一千個人 不是 甲谷只有一千個人 我們可以認識到四百多個 這非常不容易耶 你要面對的是四百多個不同的個性 那這不同的個性 有許多造成他們這種性格的原因 那你處理起來要合情合理 那真的對人性對這個世界 要有多深刻的了解才能辦到 所以他說石頭記人甚多事甚雜 不同的個性就有許多不同的 圍繞他的那些事情 哇 這麼一來 如果這個作家調度能力很差的話 整個的這個敘事就會崩盤 因為就混亂掉了 你就已經完全沒有辦法抓到他的主軸 所以他呢 《紅龍夢》不但人甚多事甚雜 他竟然還能夠以家常的說話 那麼的親切 那麼的逼真 然後呢 輸各種之性情 然後讓雅俗共賞 他覺得這個比《西鄉記》要難得多 所以他是更傑出 更優秀 我想這個說法完全 我完全同意 那我只是在這裡要引述這句話 提醒你們要注意 也因此你要理解《紅龍夢》 就跟你理解《西鄉記》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西鄉記》它就兩個人的故事 好像就是秉除掉周圍 很多其他的社會性因素 然後就只要看這兩個人的內在活動就好 但是《紅龍夢》絕非如此 他們絕對不是只要我想要怎麼樣 就去做就可以 所以請大家要注意一下這件事情 而他們的人甚多事甚雜 就是建立在所謂的大家規範 以及大家氣派 大家規模之中 你一定要知道 他們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底下去 去進行這些言語活動 進行這些各種選擇 你才能夠正確判斷他們 好 那這是我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它是大家 所以大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家族使命 就是讓這個家族繼續活下去 個人只不過是依附在這個家族裡面的一個成員 那麼家族要綿延才能夠避應他們的這個祖宗的根基 然後讓世世代代可以持續的傳承下去 所以一個家族他們所想的事情 跟我們現代人不一樣 對他們來講繼承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只有繼承人構格 那麼完成這個延續家族生命的使命 這個才是祖宗或者是每一代人 他們所思考的最要緊的一件事情 那麼所以這麼一來不要忘記 御字輩的人是誰被選為繼承人 御字輩 我們的人物關係表啊 是賈蓮嗎 當然不是 是誰 你們前面五回應該看完了吧 多少該知道 其實是誰 就是賈寶玉嘛 這個是在第五回有提到 好吧 我請你們先來看一下 你們一定要趕快仔細的看 不然只是靠上課 是不夠的 好 那各位請你們看一下就在第五回 你們知道第五回是不是很重要的一段情節 他預告了許多重要女性的未來 但是他為什麼有機會去參與這個天機呢 就是因為他是不是神游太虛幻境對不對 但是他為什麼去神游太虛幻境 你想要神游可以去嗎 人家才不理你呢 那寶玉為什麼可以去得成 那就是因為有榮寧二宮 也就是賈家的開創的始祖 那麼所阻託給那位景幻仙子 這位女神所賦予他的特權 所以各位請你們看一下 就在八十九頁 好 我聽到下課的鐘聲了 等一下會把時間還給你們 先把這一段看完 所以各位請你們看一下 當他神游太虛幻境的時候 那他是不是被幻境中的那些 眾多女仙們所唾棄對不對 覺得這是臭男人 怎麼來污染我們這個女兒親近之地 結果呢我們景幻他是領頭的人 所以他當然要辯解 要保護保育 請看八十九頁的第二段 那麼他覺得呢 哎呀真的是被人家這樣的氣嫌 嚇得欲退不能退 覺得自己呢污秽不堪 那於是景幻立刻就保護他 就跟他們講說這是有原因的 各位請看第二行 第二段第二行 他說你們都不知道 我之前呢本來是要到榮國府去接降諸 就是接誰 林黛玉的生魂 然後呢從這個寧國府經過的時候 就偶遇寧榮二公之靈 他們主托我 說吳家自國朝定頂以來 這個話大有玄機 我們以後再說 因為這裡面有好多重要的訊息 我慢慢把他挖掘出來 我們以後再跟大家分享好了 現在先竊就我們這個專題 總之吳家自國朝定頂以來 公民義士富貴傳流 經過多少年啦 要記得喔 這個家族的生命是百年違憲 這個也是中國傳統的一個時間觀 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說 總之雖歷百年奈運中樹季不可挽回者 故宜之子孫雖多 竟無可以繼夜 其中為嫡孫寶玉一人 秉性乖章生情怪絕 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 有沒有注意到 他是說我們子孫那麼多 可是呢這個家族已經注定要毀滅 其中有一個還算是一線希望 可以讓家族起死回生 所以他是被選定的繼承人 好 所以他下面就有很多的這個期望啊 很多的苦心啊 所以他才希望啊 僅換幫幫忙 下面說啊 我們家運數何中 這個何是什麼意思 吳家運數何中 何是什麼意思 應該 應該就是只照道理上來講 我們家百年就是該結束了 那麼問題是 面臨掉這樣一個存亡絕序之秋 這個關鍵時刻 只有誰能夠衝破命運的這個規範呢 他說就只有寶玉 所以啊他希望有人來幫忙 那麼萬一無人歸隱入正 那這個家族就真正的完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跟命運抗爭 那麼抗爭的那個籌碼 就是壓住在寶玉身上 所以你看喔下面才會跟他講 這個姓仙姑偶來 萬望先以情慾聲色 等事緊急吃完 或能使筆跳出迷人圈子 然後入於正路 亦無兄弟之性矣 有沒有注意到 當然他提出的那個方法很怪啦 對不對 我為了要讓你們規隱入正 請你們喝酒 然後到這個花街柳上去 對不對 情慾聲色有沒有 他用的方法很特別 我們以後講到這個單元的時候 再做補充 這真的是中國傳統以來 透過佛教的思維 所提出的一種鍍托的方式 那麼這個以後再說 可是這一段很明顯在這裡 已經告訴我們說 原來整個家家的那個家族生命的延續者 那麼是不是被寄託在寶玉身上 所以寶玉成不成才能不能完成這個使命 說實在的那是他責無旁貸 也可以說是他人生最終極的一個任務所在 那麼有沒有完成這個任務 不只是個人的自我實踐的問題 還必須要面對過去百年的祖先 你知道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壓力 好 所以下面請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因此整部紅樓夢 他絕對不是什麼反對貴族 什麼抗拒禮教 我認為剛好相反整部書其實是出於 他沒有辦法完成這樣的使命 而非常慚愧的一個 一種自我這個懺悔的一個表述 他其實是在懺悔他沒有做到 沒有擔負起這樣的任務 所以各位你們看一下第一回 講到說那個石頭要喚醒入世 有沒有要到什麼富貴場溫柔鄉區 受享幾年的時候 知批就有提到 他說啊 哎呀 無財補天喚醒入世 這八個字是作者一生殘恨 你看他既慚愧又痛恨自己 我為什麼沒有把這個任務完成 你知道嗎 這是這一部書 其實我認為是真正的宗旨 跟我們一般所認為的完全不一樣 而對於無財可去補蒼天的這一句 這一句是那個書中對於這個石頭 一輩子的故事的一個失散 就在第三頁 第三頁 那麼這個記句裡面第一句就是 無財可去補蒼天 那麼網入紅塵許多若許年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網入 你白費了你的人生 他真的覺得他的人生不但愧對自己 然後也無言去面對過去的這個祖宗 你們要知道這才是這部書的宗旨 他怎麼會去反對那些東西呢 所以下面我們看一下 知批對於無財可去補蒼天這一句 他根本認為這才是這一部書的本旨 這才是他真正的宗旨 然後網入紅塵若許年或許多年 這一句則是慚愧之言 污葉如聞 他簡直是哭著說出來的 我這一輩子簡直是無言見祖宗 我這一輩子完全白費 因為我對家族完全沒有盡到 存亡絕訊的責任 所以知批更清楚的指出 《紅樓夢》這一部書 戲自愧而成 整部書是自我慚愧 是自我譴責 然後流露出來的一部作品 所以怎麼可以說 他就會去反對他的貴族家庭呢 所以我想補充這個 是要告訴各位說 藉此我們也可以理解 《紅樓夢》的宗旨恐怕我們也要重新調整 他告訴我們 他這一部書真的是一個貴族家庭的婉歌 而這個哀婉有深深的自愧 那麼他是枯成此書的 是對自己用血淚來贖罪的一個懺悔之書 所以就此而言我們才能夠真正體會 《紅樓夢》他的價值觀 他的整個的鋪陳的那個基調在哪裡 好 那第三當然要擴大 我們休息十分鐘之後再說 好 我們看完了第二個 好 婉歌的層次 那我們要補充一下 這個有書名你們會比較清楚 這個是梅欣林先生的《紅樓夢》哲學精神 那這是大陸的學者 好 所以你們可能要去查一下 他很不錯 大概去年有重新出版 好 所以應該是找得到的 但是我建議你們一個要不要買書 或要不要選課的原則 就是選課當然是選那個你有興趣 本來就有興趣的題材 但是你一定要聽 聽了以後你覺得你有沒有收穫 有沒有進步要用這個來判斷 同樣的選書也是一樣 就是最好的書 如果你就是讀不懂或你沒興趣 你就其實根本就可以把它放到一邊 所以也一樣的道理 這本書我其實很讚賞它 但是你們要不要去拿來讀 應該也是要自己去判斷 就你翻一翻你覺得 他有沒有給你新的收穫 你讀得懂 那麼有收穫 這個就是你們可以去參考的啦 好 那麼我們請大家繼續往下看 那梅欣林先生說 《紅樓夢》事實上也是 他的宗旨之三也是城市人生的晚歌 也就是說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城市是層層遞進的 首先是青春生命的晚歌 這是個體的最美好的那個階段 但是駐地青春是一本太衝促的書 對不對 所以有一天你們終究會失落 這也是世道公平的地方 然後從個體的失落 那麼再到家族 美好家族的失落 再來就是整個美好世界的失落 所以這個世界終究是要面臨毀滅 所以各位你們來看一下 就在那個我們第一回 石頭想要喚醒入世 到人世間來受想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一生一道 事實上是勸阻他的 請各位翻到第二頁 那麼就在那個倒數第六行 我們這位二仙師其中的 他們齊聲憨笑就說 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 但是不能永遠一事 也就是一切無常 何況就算當你遇到美好的事物的時候 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謀八個字 景相連署 所以景景真的是獲福相逸 那所以呢 瞬時之間又樂極悲聲人非悟患 究竟是到頭一夢萬盡歸空 所以他說你不如不去的好 好 當然石頭聽不進去啦 這就我們的少年人一樣嘛 我就是要去冒險 我就是要去挑戰 我不怕最後的那個虛幻 好 那所以呢 在這邊我們看到這個 二仙師所說的這一段話裡面 那麼支批就有說到這四句話是整部書的總綱 所以你可想而知 支批其實他已經真的就是涉及到這三個層面 告訴你說 我們作者對於不能夠存亡絕續家族的生命 所以污葉而慚愧寫成這部書 同時他又深深感覺到人生存在的本質就是無常 所以請各位注意 所謂的四句乃一部之總綱的四句 指的就是樂極悲聲人非悟患 到頭一夢萬盡歸空 了解嗎 所以你看從這四句話也可想而知 既然叫做一部之總綱 那就是整部書的創作宗旨 那麼所以我認為梅欣寧先生的這個歸納 非常準確 而且並面俱到 那我們要不偏不倚 不要倚偏概全 所以要處處提點到 《紅樓夢》其實是涉及這三個層次的 追悼跟哀婉 然後你才能夠品味到他非常深 非常豐富 那麼也非常的這個遼闊的那個視野 他已經探促到存在的本質 那我想這個是請各位可以體會到的 好 那麼我們等於說開宗明義 把《紅樓夢》的一個宗旨 以及他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正 這個比較正確的去定位他 做了這樣的一個交代 好 我們先來看看